很多花儿说老花爷 你们有大棚养个花很简单 其实并不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片都冻死了 另外那边墙角那边也是一堆 有一些个冻死的 有些个盆收拾起来的 像很多的花儿 咱们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说什么的 一个茉莉的事 茉莉花这个呢 很多花儿非常喜欢养 但是家里边温度又很低 甚至说想地摘 北方的花儿 尤其是还想养一些开花香的茉莉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品种 就这个 这个在我们大棚里面还真没冻死它 我们这边冷的时候 然后棚里面零下十几度 因为我们这种连冻死的温棚 就是这种比较大的棚 它其实是冷棚 它不会有保暖效果的 说完在大棚里面冻死 很多花儿在外边肯定冻死了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一片 在室外的盆栽露天的跃动 它照样长火好好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问题 大家可以来看到 这个风川茉莉 零下十度 这个叶子还没掉完 都没有说是完全掉完 而且这种日照的话 可以说是半日照吧 就是耐阴性还是比较好的 耐寒能力也比较好 而且可以爬墙 开花的时候也是一面划墙的那种效果 关键点在于咱那开花还很香 这个开花也很香 有的话说 这个风川茉莉不是夹中刀科的 带毒性的吗 不能吃吗 你又不吃 这个闻一闻也没事 看一看没事 你甚至说摸一摸也没啥事 你只要别吃一点事没有 你又不是说买菠菜回去非得下鸡蛋汤 养着玩 黑花菜啊 风川茉莉 我们家也快上架了 可以关注一下 我老婆一 最容易去咱们点试 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